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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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是一个神秘的奇药 这可能就是所说的长生不老药 真的 好 为什么说这可能长生不老 因为现在研究所谓五性药 五性药 就是五种药方所做出来的先丹 那现在不晓得五种药方是什么 但只知道这是道家做出来先丹 所以你说在秦始皇的时代 已经有炼丹 已经有先丹了 对 所以现在已经认为这个 就是一种神秘的奇药 但它的药方已经遗失了 但绝对确定它是一个先丹的炼制 好 那这个都乡前手木良药方草是什么东西呢 都乡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地方 小地方 小地方 你在中央的情节里面 可见秦始皇对于各个地方的掌握得非常非常清楚 事无大小 只有我重视的 你都要把它写清楚 都乡这小地方呢 前手什么意思 百姓 都乡的百姓 没有你们传来要的粮药方草 那这个粮药方草现在专家也搞出来了 他说这个粮药方草其实是一种枝 哦 对 零枝的枝 零枝的枝 现在就说我们知道你都乡有这个东西 而且注意哦 更重要的是那个情节上面有说 怎么样 你这个粮药方草是功效是什么 哇 你这么都乡这么小一个地方 中央都知道 你有这种枝 而且这枝的功效是什么都知道 然后你给我快马加冰送回来 为什么 因为找到这两个药的勤俭上面 上面注意哦 都有油上这两个字 油上 就是油差的意思 油差就是三百里加急快马加冰给我送上来 意思说中央第一个居然知道地方有些什么药 第二个我需要这个药 这个药是先担 第三个你要快马加冰给我送到中央来 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就是秦国为了要统治天下 我要统治天下 对于所有的山川河流所有的图 我都要我的部队详细给我绘制 就原来还不止如此 各个地方你有什么样的粮药方草 有什么样的一些药 你全部都供上来 甚至中央对于全中国都已经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调查 对 好 那我跟你讲 其中它里面有医药篇有三个简 就这三个简 哦 不是请徐福去找长生不老药吗 徐福回来给新皇报告 我看见长生不老药 那你为什么不拿来 我没办法拿 为什么没办法拿 因为有大脚鱼守护的 我要请皇帝派最强的弓箭手 最厉害的连辱来把脚鱼杀掉 就可以取得长生不老药 结果秦始皇当天晚上睡觉做梦 梦到他跟海神大战 而且他一个玉佩还掉到海里面去 他一醒来 哇 这个梦好真实 就问国师 我为什么做这个梦 国师给他说真的有海神 海神的侍候兵 前锋 就大脚鱼 所以你要把大脚鱼杀了 我才能够跟海神见面 你才可以拿到长生不老药 所以秦始皇就派了最厉害弓箭手 坐了连辱车 先到狼牙去找大脚鱼 在那边待了三个月没找到 他就到处到处找 到处到处找 最后 找到了吗 找到了大脚鱼 把他杀了 我以前读书一直以为 编的神话故事 绝对没想到 这个遗言书箭里面 遗言书箭里面 第一这三块 全是讲了这件事情 居然真的是 找到大鱼 找到大脚鱼 而且把他杀了 而且把他杀了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原来勤箭写得真真实实的 那是不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仙药 跟大脚鱼这些故事还没完 里面居然讲到针灸 李爷书这几遍 李爷书你没讲针灸 对 讲到针灸 讲到哀草 讲到各样的方 要针灸的方法 这最早找到针灸的书 对 李爷书箭写得还记载了什么 第一個居然有法醫制度 法醫驗屍官 而且你知道他們的驗屍官 寫出來驗屍報告叫什麼 叫愛蘇 愛 愛情的愛 居然叫愛蘇 你看多有趣 還沒完 他還有傳染病防治所 我告訴你 只要你得了傳染 你只要得了傳染病防治 就隔離嗎 就隔離 而且其中寫了一個 傳染病很奇怪 現在專家的研究 這難道是秦朝最特殊的傳染病嗎 為什麼 現在沒有這種東西 他說這種病毒一定要進傳染病 第一個 鼻子會塌陷 第二個 你去弄他的鼻毛 他不會打噴嚏 第三個 汗毛不見了 寫這麼細 好 那奇怪了 那這些病 這會傳染的 會傳染的 所以這到底是什麼病 現在秦檢一出來大家來研究 第四個更厲害了 他有自主隔離 假如你這個一品二品三品 這種大官 你一個整個家族裡面 得了傳染病 有三個人得了傳染病 你沒得 你一百天不准上朝 你要自主在家裡隔離 是喔 哇 這太厲害了 兩千兩百年前 這些現代的最新的觀念 秦朝就有了 秦朝全都有了 好 既然秦朝有這麼先進的觀念 現在一個大陸有個最新的講法出來了 你知道什麼講法嗎 什麼 就是說秦始皇他的遺體 可能保存完整的 因為他的醫術太厲害了 他有一個最好的御醫在身邊 秦始皇御醫 夏無居 夏無居 對 我告訴你 秦始皇到哪裡 一定要帶的夏無居 荆轲刺秦王裡面 就秦始皇一命的 就是夏無居 荆轲刺秦王裡面有他的角色 對 荆轲拿出匕首要刺秦王的時候 秦王認了一下要逃的時候 一個藥箱丟過來 就是夏無居丟的藥箱 夏無居在秦始皇身邊 帶著藥箱 你不舒服了 隨時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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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匕首一拿出來 藥箱啪一丟 就這一個詞秦 讓秦始皇有時間脫身 趴起來 才把長箭拔出來 刺了荆轲一刀 所以這幕戲裡面凸顯了 所以說秦始皇最相信的人 唯一可以在他身邊的人 是御醫 而這個御醫叫做夏無居 而且秦始皇曾經講了四個字 無居愛我 好 無居愛我 我跟你講秦始皇五次南巡 都要讓夏無居跟著身邊 因此 大家都說 秦始皇屍體不可能是好 他腐爛了 為什麼 史書不是說嗎 因為他屍體已經臭掉了 所以要放鮑魚 所以要放鮑魚 淹絲他屍體腐爛的臭味 但是 現在又有學家說了 夏無居 醫術這麼高明 秦始皇覺得自己不行的時候 他當然有跟夏無居商量 說我死了之後 我的遺體要怎麼保存 夏無居一定有照 秦始皇醫師 所以現在大家認為說 秦朝已經有保護屍體的技術 對 因為我們剛剛從頭開始講起來 秦解裡面已經把死皇 他醫術多麼發達弄出來 而且我再告訴你一件事情 夏無居本身極為長壽 他一直活到漢朝 漢朝很多人的文章書裡面 都有提到這個人 而且現在又有新的研究說 為什麼司馬遷對於荆轲刺秦王 這麼清楚 就夏無居 夏無居跟他搶的 夏無居說的 所以你就知道 原來他這個角色這麼重要 他能夠活得這麼長 他難道不能把秦始皇的遺體 保存得好好的嗎 秦始皇在生前雲游四海 求長生不老之藥 會這樣那個說法 現在竟然得到了證實 也就是在湖南找到了一批的秦劍 這個秦劍有快馬加鞭要求當地的人 你要給我找所謂的昆倫五性藥 而這個昆倫五性藥 就是他的長生不老之藥 但你要想 我今天竟然可以快馬加鞭要求在這個地方 幫我找這個藥 代表我知道這個地方有藥 我知道這個地方怎麼去 難道在秦始皇的時代 對天下的藥草已經有基本的概念嗎 甚至現在傳出的另一批秦劍裡面 特別提到扁鶴神醫的醫術 甚至對人的奇經八脈 完全通透了解 好 我們今天請到六位來賓 對大家分享首位的 抗議大學副校長馬欣平 大家好 文實工作者劉燦榮 大家好 抗議大學副校長馬欣平 抗議大學副校長馬欣平 大家好 抗議大學副校長馬欣平 各位大家好 這個所有的天下藥方已經了然於兇了嗎 在湖南 在成都 找到兩份足檢 就證明 原來兩千多年前 中醫就厲害無比 真假的 對藥草全部遼如指掌 對於人生的奇經八脈 全都通透了 你說在兩千多年前 透這個書件 我對於天下藥方已經非常了解了 好 湘西里爺找到了這個秦朝的足檢 你知道 找到三萬六千多片這種足檢 三萬六千多片 對總共二十多萬字 好 找到這個足檢之後 剛開始就研究如獲自保 這足檢把秦朝全部都證實了 但剛開始就研究政治啊 經濟啊 社會啊 現在開始研究醫藥 你們有醫藥的訊息 對大家研究大吃一驚 原來秦朝對於藥朝已經遼如指掌 不然遼如指掌長長在什麼地方 要用多少 全都清除了 好 我簡單舉幾個 像竹简中有句話說 都鄉前手木良藥方草 什麼意思 都鄉是非常非常小耶 是個鄉政府耶 鄉啊 居然叫都鄉你獻什麼什麼草 我就知道你那邊有草 都鄉有這個東西 但是他回報 都鄉呢 前手就是百姓的意思 百姓呢 找不到你要的良藥方草 好 這個狼牙 狼牙榜的那個狼牙 對 狼牙獻昆仑五姓藥 就狼牙找到了 昆仑五姓藥 就把你送上去了 這個就代表說 秦始皇要求仙藥 各地 你有什麼地方 有仙藥 都要送上來 是 所以那個時候 仙丹藥草都要給我送到京城來 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等於是那個時代 已經對仙丹藥草 有一份完整的名單 對 不然我怎麼要求 而且對於藥效 也遼如知道 不然我怎麼知道這個藥 是幹什麼用的 我怎麼知道都鄉在哪裡 都鄉有什麼東西 我怎麼會知道 我個人對這麼多竹劍裡面 最有興趣的就是 取角魚 就是三份竹劍 對 這個取角魚檢 讓我從小聽的故事 以為是神仙故事 全部成真了 真的假的 對 秦始皇要求長生不老藥 但長生不老藥 被一個大角魚守護到 拿不到 被角魚守著 對 被大魚守護 秦始皇有一天晚上做夢 夢到他跟海神大戰 而大戰 他那個玉佩 還掉到海裡面 他竟然長起來 馬上博士都找來 說我這個夢是什麼 玉佩怎麼會掉在水裡面 對 博士就說 海神你是看不到的 為什麼角魚擋你 角魚是海神的傳令兵 所以你要先把角魚幹掉 你才能去面對海神 你才能取到長生不老藥 我小聽的怎麼可能 就直接寫在這個裡面 這竹箭裡面寫了 對 而且這個竹箭不要忘記 他是遊人 什麼叫遊人 就是快馬快遞送去的 好 秦始皇做了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他親自跑到狼牙 狼牙往狼牙去 帶了最好的弓箭 拿了連乳 結果 去撒角魚 去撒角魚 在狼牙沒找到 他開始遊歷 最後在山東煙台 找到大角魚 真的假的 真的找到大角魚 而且秦始皇親自拿來連乳 砰砰砰砰砰砰 秦始皇親手殺了大角魚 真的有大角魚 真的有大角魚 而且秦始皇 他現在證明了真的有大角魚 而且秦始皇 親手殺了大角魚 他跟夢裡面 跟海神大戰 原來是真的 他把海神的傳利兵 刺猴兵大角魚 殺了 真的是他親手殺了 哇 這簡直是神仙故事嘛 現在居然出來的 竹箭裡面有取角魚箭 所以不是傳說 不是傳說 他真的幹過這種事情 哇 原來史記裡面 記載了這一段 這件史記裡面有記載 居然全部是真的 好 那秦朝 我跟你講 秦始皇真的是太厲害了 第一個 他居然有法醫 他有法醫 還有見識人員 對 而且我告訴你 你如果說不必原因死亡 一定要透過法醫 不然不能下葬 而且法醫寫出來記錄 叫做愛樹 愛情的愛 竟然叫愛樹 多有意思 是啊 他不但有法醫 他還有傳染病專屬醫院 傳染病那個醫院 哇 多有意思你知道嗎 非常有意思 只要你劉寶傑 鼻樑塌陷 要鼻樑塌陷 手上無汗毛 聲音沙啞 刺激鼻腔的時候 不打噴嚏等症狀的人 一律受到 立簽索 就是傳染病 就是傳染病隔離醫院 隔離治療 所以大家趕快想 自己 鼻樑塌陷 手上沒有汗毛 聲音沙啞 刺激鼻腔不打噴嚏等症狀 就被隔離了 就被隔離了 而且如果你家裡面 有三個這種人 這官員 有三個以上是這種人 一百天不能上朝 所以你看 所以他逐漸裡面有一個封疹 是 這叫封疹 封疹 哇你看看 原來兩千兩百多年前 在秦始皇時代 他的醫藥 醫學 還有公共衛生 公共衛生 都這麼厲害 但秦朝讓我們就想到了 天下第一神音 天下第一神之扁鶴 他跟秦朝是有關係的 但他到底存不存在 2012年7月到2013年8月 在老觀山的漢木 發覺到更不可思議的東西了 第一個 也是秦界 第一個在裡面發現了四部紡織機 有紡織機 兩千年前紡織機 你有沒有發現 你不要原那個跟縫衣這麼小一個 一台紡織機 像20個人會議是那麼大 這麼大 20個人會議是這麼大一台 那是多少部 對 居然發現四部紡織機 全世界最老的紡織機 第二個 找到全世界最古老的人體經脈圖 人體經脈圖 對 來我們給大家看這個 這個人體經脈圖 全世界最古老的 看到沒有 他總 他比天聖同仁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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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喔 他身上 目前可以看出來 因為他太久了 2000年了 可以發掘到117個穴位 117 注意看 奇金八賣這個線條 全都有著名出來 看到沒有 你說這個是在戰國時代就有了 對 他找出這個來 好 奇怪了 奇金八賣 你看這 這個紅點沒有 紅點全都是穴道 對 原來2000多年前 他們就把穴道搞得這麼清清楚楚 位置都對嗎 位置都對 這不得了 好了 結果找到920個竹檢 就920個竹檢 2萬多字現在翻譯出來了 是 一看撒住了 誰 扁雀的九部醫書 跟扁雀有關 對 這個金穴七人跟扁雀有關 不要忘記 扁雀號稱天下第一神真 原來他真的會針灸 那個針灸真的很厲害 而且還有做七人 還有做七人 這好像我們到那個 我們到中醫裡面去看 都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原來在2000年前 扁雀時代就有這個東西 我就以為說在宋仁宗時代弄了天聖同仁 才有這個東西 沒有想到在扁雀時代就有了 對 所以在這個墓裡面找出這個東西來 而且居然還找出扁雀神醫的書 920個竹檢 2萬多字分餐 那現在就居然證明了扁雀 是真的 是真的 而且真的是神真 不要忘記 扁雀的故事裡面最有名的一故事 他到國國去 結果國國的太子 全國都在哭 他問什麼 國國的太子死了 他說 他沒死 只是熱病 我來幫他針灸一下 針灸 針灸完後也不動 他的人走了 你要說到底死了沒有 他說七天後 是會蘇醒 七天後 他真的醒了 真的醒了 我告訴你 為什麼現在要投七 就是要擺七天 可能會活過來 可能會活過來 所以投七做完 才真正往生了 就這個故事 好 他救了國國太子之後 明正天下 這時候到了田崎 到田崎以後 那當然 齊桓公 就請他吃飯 他一做就說 哎呀 你皮膚有病 這時候吃藥就好了 齊桓公笑一笑 他走到齊桓公說 大夫馬進場騙我要錢 過五天再請他吃飯 他說哎呀 你的這個病 已經進了血脈了 這時候針灸才好 又來騙錢了 過五天他又來 他說哎呀 齊桓公 對他給齊桓公講說 你的病已經到腸胃了 這是要火湯藥才治得了 再不治就不行了 結果他還是不理他 因為他騙人 二十天後他再見他 你沒救了 你的病已經進骨髓了 就走了 齊桓公隔天 就往生了 田一掛了 好 他的故事一傳出去之後 記不記得秦國最有名的故事是什麼 是秦武王 秦武王喜歡舉頂 跟人家比舉的時候 一個頂一掉下來壓到他 他就重傷 舉國就說趕快去找 扁鶴來給秦武王治 我跟你講秦朝流有扁鶴的醫書 就這樣來的 他到秦武王那邊去 給秦武王治 但是太伊里希對他很妒忌 我是秦武王 怎麼理事了什麼東西 就派人殺了 扁鶴怎麼死的 就死在秦國 就被太伊里希殺了 殺了之後 誰幫他埋葬的 國國的太子 他因為救了國國太子 國國太子今天來 把他埋葬在清華鎮 所以找到兩份組繭 這兩份組繭都證明 原來我們在兩千多年前 中醫這麼厲害 藥材這麼厲害 齊精八卖 我們全都掌握了 新聞新聞 在一對比天上的星塵 竟然是跟天上星塵 一模一樣 那你會覺得 這個地上的建築物 跟天上星塵的對比 一模一樣有什麼了不起 你要想想看 那個阿房宮 那裡的所有的宮殿 都比你現在的中正建築堂 不知道大上數百倍 數十倍 而這樣的一個宮殿 你怎麼樣子 如果沒有空中的視角的話 你怎麼能夠精準計算呢 好 我們今天請到 有來賓隊大家非常熟悉的 抗議大學副校長馬 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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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的星塵一對比 沒有想到竟然一模一樣 即使用現在的技術 都很難辦得到 秦始皇講了八個字 天人合一 法天相地 什麼意思 天人合一 法天相地 就是說 我就是天上的天地 我住的宮殿 跟天上的星象 是完全一樣的 我就是要統治世界 我還要統治宇宙 他要統治宇宙 我是宇宙的王 大家以為秦始皇 你狂妄胡說八道 日本 我告訴你 日本真的動用得太厲害了 日本動用什麼 日本第一個動用衛星 把整個秦始皇 宮殿 全部拍下來 拍下來 你說我要拍這些東西 我用一般的五人機 一個照樣機 還沒有辦法 我竟然要動用到日本的衛星 才有辦法 一虧全貌 還沒完 他拍下來之後 第二步 他用日本的國立天文台 國立天文台 日本的國立天文台 去算出來 2200年前 10月的天象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要算2200年 因為當時就是秦始皇 建這些宮殿的時候 他把2200年前 10月的天象一做出來 就這支日本天文台 國立天文台 你看他回復 回復日期 回復到2200年前的天象 看到沒有 10月 看到沒有 西元前221年 對 好 弄出來之後 他把衛星圖 跟這個 2200年前天象 注意這是日本 國立天文台 對比 一對比 灑住了 他居然 通通跟天上的天象 一模一樣 也就是當這些風泥出土了 日本人用衛星來拍照的時候 才發現 怎麼跟天上的日月星辰的對比 有一些落差 後來 日本就把往前推 推到西元前221年 沒有想到 兵狗了 當時秦始皇真的有得力 把天上的星塵化為地上宮殿 好 衛星圖跟天象圖一附合 第一個 咸陽宮 咸陽宮 居然跟天馬座是呼應的 天馬座 天馬座呼應的 第二個 衛水橋 衛水橋 衛水橋跟先後座是呼應的 是 先後座 第三 相關位置都一樣 最重要是秦始皇極廟 極廟就是秦始皇要做天地 天地 極廟是他認為宇宙的中心 他要居住在宇宙的中心 他要做天地之間的皇帝 所以咸陽的能源集中場 就在這個地方 在極廟 結果一對應極廟居然是北極星 衛水橋 你看到沒有 竟然跟仙女座一樣 這個太難了吧 還沒完 阿芳宮 阿芳宮沒有建好 居然跟北斗七星是一樣的 好 現在有幾個問題出來 第一個問題 當年秦始皇建這麼大宮殿的時候 他怎麼可以讓天上 他在天上根本看不到 怎麼可以跟天上的星座 是完全吻合的呢 也就是 今天你會覺得 我把地上的宮殿 建得跟天上的星塵 甚至相關位置一模一樣 這是什麼了不起 但你想想看 我在平原上建築 我如何抓住他彼此的距離 我如何去抓他的角度 你如何從天上的視角 能夠精準的描繪 所有的宮殿形貌 不要忘記 史瑪前史記說 咸陽宮83.5公里這麼大 裡面有270個墊 這麼大他能夠修起來跟這一樣 對 阿芳宮現在挖出來 阿芳宮沒有修完喔 現在挖出來長1270公尺 寬426公尺 是 這麼大一個地方 你在修的時候 你居然能夠跟天上的星星對應 而且不要忘記 秦楚皇兩千兩百年前 不可能有無人機 什麼天 人造衛星 不可能的 他不可能從天上看 他就很準確 尤其是 他最在乎是 很奇妙 奇妙是 紫威的地方 是天地居住的地方 他居然跟北極星 弄得這麼剛剛好 還有一個注意喔 衛水橋 注意喔 這衛水橋在先後座 又叫做格道 格道是什麼 格道是渡河的意思 注意 銀河渡河的地方 他們一擺之後灑住了 衛水 衛水 這是衛水河 對 居然跟銀河一模一樣 角度一樣 角度一模一樣 不然一模一樣 我們剛剛講了 太巧了吧 對 他剛剛把衛水的角度 跟天上的銀河角度一樣 一模一樣 而且我們剛剛講了 衛水橋 是格道 就是渡銀河的地方 居然 位置也一樣 對 我跟你講這個橋現在是沒有了 是考古研究出來的 有一個橋 有一個橋 而且這個橋主要通道 居然 位置一擺上去 都一模一樣 連 這就厲害了 秦始皇太厲害 連衛水跟銀河位置一樣 他都知道 整個星座銀河 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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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一樣 所以日本人覺得貪為官司 日本人覺得貪為官司 那個時代的人怎麼有能力做到 好 那日本人做這個 中國人當然也要做 這是中國人做出來的東西 中國人突然間發覺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什麼是 這是鎮北 注意喔 居然鎮北 從望夷宮開始 望夷宮是什麼地方 秦二世在這邊被殺的 秦二世被殺 咸陽 咸陽 張台 然後 奇廟 張台是衛夷宮的前殿 對 衛夷宮也是非常重要的宮 然後 俄房宮前殿在這個位置 好了 做出來以後 居然是個 東西 正北正南 然後形成一個圓 好 然後還沒完 你知道秦始皇的天數是什麼 多 120 大家一發覺到 第一個注意看 張台到吉廟 吉廟是中心 5公里 俄房宮前殿到吉廟也是5公里 這麼長 望夷宮到吉廟25公里 結果吉廟到秦嶺的剛好入山的地方 也是25公里 那加起來這個直徑多少 50公里 50公里在秦朝是120公里 真假的 剛好符合秦始皇的天數120 所以他認為秦始皇不是亂弄的 而且我跟你講秦始皇怎麼知道 這是個正北 正北很難 正北比紫北難多了 對 所以秦始皇太厲害了 他居然知道 真的知道 法天相地 天人合一 原來他真的是掌握到 天上群星的秘密 他真的是知道自己 要做天地 宇宙的中心 宇宙掌握他手裡面 是你這樣把日本的天文台 不這樣畫出來 他還能去了解了 對 除了秦始皇之後 還有一個皇帝 非常迷天下 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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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是靠劉伯溫 幫他弄的 好 朱元璋的墓 在南京 但是 從來沒人進去過 600多年來 朱元璋的墓 完全沒有被盜過 那大家都說 朱元璋的墓 一走進去 通道不是直的 哦 他居然是彎彎曲曲 彎彎曲 考古學家就很奇怪 等於走完 發覺是 北斗七星鎮 他也是北斗七星 他有七個點 好 北斗七星 這是無疑的 但最近突然間發覺到 不是北斗七星鎮 因為北斗七星 在第四點 轉彎 朱元璋的墓 在第三點 轉彎 奇怪了 大家覺得 這不是北斗七星鎮 那朱元璋不擺北斗七星鎮 擺了一個什麼鎮 居然發覺 他擺了一個 毛肅心鎮 毛肅心是這個樣子 對 毛肅心這個樣子 然後 毛肅心是這個樣子 注意 在瑪雅森林裡面 找個七姐妹 七個金字塔 就七姐妹的金字塔 一弄出來 也是 毛肅心在第三點 彎曲 跟朱元璋的 一模一樣 對 好 還沒完 結果現在在埃及 也找到 毛肅心 你看 這些都是 往三走 第三點去彎 完成 居然 瑪雅 埃及 朱元璋的墓裡面 全部有一模一樣的 毛肅心 毛肅心 所以 天文俠 跟靠學俠 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古代的皇帝們 都這麼懂天下 而且這麼知道 他居然跟天上的星星 是完全對應的 好 那社長 剛剛講到了 中國一直對於 北斗七星 非常的癡迷 而他很難想像 對北斗七星 最著迷的 竟然是西夏 所以我們看到了 西夏王林 他的佈陣 就是北斗七星圖 對 寶傑 剛才講秦始皇的宮殿 整個布局 是用別斗七星去對應 其實我覺得還有比他更神奇 為什麼 因為秦始皇他畢竟是中原本土的一個皇帝 中原本土的歷史發展 從皇帝 或者說你從永文字記著的商財開始 可以考證的商朝開始 一直到秦始皇兩千多年的發展 很多的星象台的一個成立 所以他在觀察的時候 有可能會比較精細的 但是西夏就不一樣 因為西夏你知道 他是一個屬於中國 十六個少數民族之一 他是少數民族 他是一個遊牧民族 在西別那種崇山峻林裡面生活 或者說畜牧 或者說荒牧的一種生活 只會起碼是會打仗 比較票漢的一種人 但他們的天文觀察 其實不落於秦始皇 剛才講的秦始皇的宮殿 他們有這麼厲害嗎 對 你知道 在1937的時候 有一個德國人叫卡斯特 他當時搬飛機 坐飛機 開著飛機到臨下上空 雲川這一帶 發現這片荷蘭山的南邊 這邊有一片整個大的平原 上面有發現所謂的中國的金字塔 叫東方金字塔 叫東方金字塔 對 他們稱為很大的一座 那個金字塔 他看密密麻麻很多 其實總共有253座 253座 對 所以他回去寫了一本中國飛行 震撼全世界 那很多考古學家 尤其中國自己的 就跑到這邊來查 一查 其實這個東方金字塔 以前就是西夏的亡靈 西夏亡靈 它其實很大 你看這個直徑其實多少 多少 三十四公尺 風化掉的不算 風化掉的不管 就現在保存了 還有三十四公尺 高有七層之高 有的五層之高 那你知道它同樣 你可以看它旁邊不是外圍 好像有這種石莊嗎 對 它其實有內城跟外城 外城還有一個城牆在 那個如果以外城的城牆 範圍圍起來 一個城 一個城牆裡面 大概有六個中正紀念堂的大小 很大的一片 所以這樣圍起來 有六個中正紀念堂 對 很大 一座亡靈有六個 六座中正紀念堂的大小 所以它是相當大的一個 一個西夏的亡靈金字塔 那早期你知道西夏我們剛才 它是一個遊牧民族 你要找西夏歷史 沒有西夏歷史可查 因為它的文字 它的種族都被滅了 都被滅了 你現在人家講說西夏是有鑽無史 你要讀西夏的歷史去哪裡 找宋時裡面的西夏鑽 才有辦法了解 所以它是一個很少 很小的一個少數民族 可是它做出來的東西 你會很震撼 後來不是說考古協家發現 你以為就進來 包括很多天文地的協家都過來看 說它這個西夏亡靈 它總共剛才253座 那其實它中間有9座比較大的 剛好西夏有9個帝王 它是9座亡靈比較大的 那就9座亡靈的一個整個佈局 它其實一樣對應別斗七星 可是這很難嗎 大家都知道別斗七星 西夏剛才跟你講 它沒有什麼天文觀象台 從來沒有在西夏發現過 什麼天文觀象台 什麼這種天文觀察 本來是很弱的一個民族 那為什麼它可以把那個別斗七星 剛才講這個亡靈 它每一個範圍是六座 中正紀念堂那麼大 那麼大 那麼大的一個平原上 你要去擺這邊擺一座 那邊擺一座 而且擺那位置剛剛好 對 你沒有一種 所謂的天文觀察 跟一種測量 你做不到這種東西 所以像剛才 你也許要有空拍的一種技術 去掌揚 你才要不要定他的位 鐵射定位什麼 衛星定位之類的 你沒有 沒有他既然把它做出來 跟別斗七星完全一樣 用九座亡靈去對應 那其中最大的是 剛才講這個李延浩的那個 西夏開國皇帝 李延浩的亡靈 剛才為什麼講說 特別講到李延浩 因為這些亡靈 他以前叫號亡靈 李延浩的號 號亡靈 在他們以前古代的傳說裡面 擋向人的傳說說 這邊其實以前有365座 其實這些365座 就是一個人的靈母而已 叫李延浩 就是李延浩一個人的 他們以前是這麼講 所以李延浩 所以李延浩以前跟曹操一樣 做七十二儀種 他做365個儀種 不讓人家哇 每天做一做 每一年做一做 每一年做一做 這一座做了很多久 其實是西夏總共大概 一百立國一百八十九年 總共做了兩百五十三座這種亡靈 那他除了大跟別斗齊群堆以外 他還有另外一個謎 一個謎 那個歷史學家 考古學家來這邊看 說用八個字形容說 這個地方是上法天象 下場風水的一個地方 下場風水 對 上法天象下場風水 為什麼下場風水 他這個亡靈後面這邊是 那個賀蘭山 賀蘭山的主峰最高的 最高的高點 這個主峰拉一條線 跟這個塔尖 跟這個塔尖 跟這個塔尖成一直線 一直線過來 跟他剛才不是有那個城門嗎 對 他有內城外城 城門的這個門 他成一條中軸線 是 所以他裡面很多測量 是超乎你意料的精準 從賀蘭山的山巔一直劃過來 對 跟這個塔尖 跟這個所謂的西家王寧的塔尖 然後跟這個他的一個正門 是完全吻合 然後他前面再往南走 就是那個所謂的黃河 所以說他有藏風水之謎 在這裡面 這邊另外第一個謎 他講說這個地方是百步不長草 千年不落鳥的 千里不落鳥的一個地方 百步不長草 千里不落鳥 鳥跟草都沒有 對 你看西家王寧你可以看 他不管你拍的哪一座出來 他其實都是光凸凸的 上面沒有任何一根雜草 連地上都沒有 對 然後你看他前面這個地方 前面地方就是青草 是綠草如影的 賀蘭山其實是中國本來 一個很好的荒漠之地 所以他很會長青草 表示水土很吻合 但是他在這邊蓋了黃寧 一千多年了 一千年了 你到現在 你這個草播種總是 你飛來飛去 應該照講這些 綠草如影才對 你這混凝土都可以長出草來說 對 253座 全部都是這樣光凸凸的 沒有一根草長出來 對 所以上面說百步不長草 千里不落鳥的一個地方 你看他百步之外 才會有青草 所以很多科技在研究 可是鳥也不過來 對 科技在研究說 你如果是夯土的 你看青史黃寧 或者以前的什麼 漢古帝茂林 對 他上面那個翠麗樹多長出來 不要說是草 為什麼這邊沒有 而且這個圖 他們講說 是不是有蒸過或者草過 是 中國人來這黃寧沒有蒸過草過 沒有蒸過草過 對 但他這邊就是很奇怪 現在不解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那第二個是那個 剛才講千里不落鳥 千 一千里之內 他不會有鳥飛過來 早期你知道宋史 在記載這個西夏亡寧的時候 宋朝說他們到這個地方來 鳥聲啾啾的一個地方 那鳥呢 鳥都不見了 都不見了 都不見了 所以他第一個不長草 鳥到現在後來也看不到了 也不會有鳥飛過來 他附近如果你在遠一點的地方 你那邊有荒木的牛馬 那個鳥都會跑到那個 牛的肩上 投上去去那邊停留 但這個黃寧你看不到一隻鳥 在附近就是沒有 對 那第三個米是這個剛才講 他從1038西岩1038 到現在將近一千年的時間 他到現在你可以看 林下 銀川這一帶 他是地震耗發區 到現在一千年 這裡有很多地震 對 他這個是用夯土這樣夯起來 他沒有什麼 毅力不搖 對沒有樹 草去那個像那個樹根去 把它拔住 咬住 他這個土 他不崩塌 一千年到現在 所以他們講說 他西夏亡寧 其實現在有三個米 一個天文之米 一個是剛才講的 百步不長草千里不落鳥的一個米 第三個是他千年不倒的米 到現在無華人節 我們來講到史皇陵 但是有史以來 規模最大的陵墓 而這個都用了80萬人來找見 但是80萬人從哪來的 這80萬人的下場究竟如何 而現在看到了原來史皇陵旁邊 有很多的這種萬人眾 非常的可怕 骨骸全部都被破碎 而且還有一個墓 全部都是少女 社長現在有差查了 原來他們的死因 他們到底是誰都有紀錄 對寶傑你知道 秦始皇一直到現在 他的歷史定位爭論不休 究竟是千古一帝 還是千古報金爭論不休 但現在隨著考古政經 一直出土 他無論如何 他的報金之名絕對是洗刷不了 你知道在秦始皇陵這邊 在東北角 東北角 對 東北角這邊 最近挖了一個墓葬坑 墓葬坑出土了 所有人都驚呆了 怎麼樣 為什麼 這個墓葬坑裡面 所有的骨骸 那骨骸特別細 特別小 為什麼 因為他全部都是少女 少女被殺了 又丟在這邊的死亡之坑 為什麼要把少女殺掉 而且他的骨師手都被破壞了 對 是培葬坑 可以這樣坑 那這些少女 有人講說是可能 是從六國這邊 當時抓過來的 六國這邊打敗 也有很多人衝到後光 而且甚至在那個坑的 坑壁 坑壁兩邊 你知道他 坑壁不是有那個 木道要進去那個 始皇陵的木道 對 那個木道 你想 木道現在挖掘出來 也很可怕 是那個木道兩邊 其實有很多什麼 人骨是塞到這個木道裡面 我們以前聽過說 秦始皇用人骨築藏成 原來始皇陵裡面也有人骨 對 所以他到處都是這種人骨 你知道有人形容說 日本在二戰的時候 那個萬人種 如果去看的話 秦始皇這邊多的是 更可怕 都是這樣子 而且你知道 他除了這個少女的 所謂始皇之坑以外 他在另外一個對角線這邊 西蘭這邊 西蘭這邊也出一個坑 叫行途之坑 行途之坑 當時在挖的時候 有很多陶板出來 陶板這上面 以前寫的古字 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些行途 為什麼他說 動用離山行途 七十萬去挖 秦始皇民 因為這些行途 都有那個紀錄 說這一個人 這個人他旁邊 有這個陶板挖出來 說這個人曾經欠國家 多少錢 多少錢 不還 你說欠多少錢 犯多少罪 上面都清清楚楚 對 而且哪裡 什麼哪裡人事 寫得清清楚楚 這個人抓到秦始皇民 來去做工 那做工 你知道 這代表秦始皇 是在戶口調查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 專門的檔案資料 所以秦始皇功過 很能講 他法律戶口資料弄得很好 法律非常森嚴的一個 國家建設也非常好 但問題他殘殺太多人 所以這個行途之坑 裡面證明說 當時有很多所謂的 那種犯罪的人 被大量送到這邊來 送到這邊來以後 他問題還是他們的死亡方式 他們在萬人種裡面一看 都是一樣 他們是那個最底下一層 屍骨是用丟的 也是用砍砂的 砍了那個屍骨不全 丟到那個行途坑裡面 丟了一層以後 再用砂土把它埋起來 埋一層土 埋一層土 在第二層再丟 再埋一層土 所以現在考古發覺 比較簡單是 因為它保存很老 它不會很凌亂 這個圖覆蓋的 一層一層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但問題是所有的死者 全部都是斷手斷腳 也不就是斷頭 都是屍骨不全的 對 而且都是大坑萬人種 甚至包括剛才講的少年 新土包括老外 外國人在這邊也發現 所以秦始皇 這是非常可怕的一種現象 跟你剛剛講到的 如果只是屠殺 還不會覺得讓人家毛骨悚人 可是如果屠殺的話 我拿你的骨骸去建長城 我拿你的骨骸去建始皇陵 原來最中間最穩固的那個段落 都是用人骨來打仗 那就太可怕了 對 所以我們講說 始皇陵這邊用了很多人骨 包括墓葬那個墓道 對 還有培葬坑裡面出現 大量這種殘骸 人骨的殘骸 另外它其實長城也是一樣 長城隨著現在考古發現 其實一樣 第二個秦始皇他的功過 另外從一個地方看 就是長城 長城出土的也是一樣 長城尤其現在在哪裡 這是長城 對 在秦長城陝西這一段 還有齊長城那個山東那一段 其實現在考古挖掘出來 很多很多的這種所謂人骨 包括人的骨骸 動物的骨骸 其實很多都埋在這裡面 因為有一種說法是 很多的長城蓋了就垮 蓋了就垮 是用人骨搭建之後 它就穩定了 對 以前這是鋼筋 早記得叫鋼筋水泥 以前其實這個長城 他們在夯土的時候 有時候比較懶的 有時候有那個躲坡 用那個糯米石灰下去 還是會崩塌 還是會崩塌 所以當時就想了一個結招 把人骨整個填埋進去 填人骨 填人骨 對 你可以看這種人骨 這種人骨它不是整劑 表示這個人骨其實是 打碎掉 打碎掉以後才埋進去 所以剛剛講那個行徒之坑 為什麼它的骨還都是碎裂的 碎裂的 對 所以這種打碎掉以後 人骨沒有說整劑整劑出土了 所以你說悶將你去枯倒長城萬起良的整劑屍體出來 不可能 不可能有整劑屍體 每個屍體 都是這樣打碎掉 打碎掉 所以從陝西到山東這一帶 整個都是 都是 你說挖出來的都有人骨 夾雜的人骨 對 那因為長城它畢竟是文化保護的一個遺產 所以不能大量挖解 那你知道現在的科技 用那個電腦斷層掃描去掃 結果去掃 你看這張圖 掃出來 它用人骨的密度結構 跟勤長城裡面這種密度結構去掃 你可以看這邊有這種黑色的地方 黑色代表什麼 黑色的就是人骨密度完全一致 是喔 所以裡面有埋人骨的 對 所以修理大科技 不一定說你要去挖出來看到一筆 你用這種掃描的方式 它去印證那個密度 花姐還有很多我們不知道 就是埋在這裡面 所以我們小時候聽到的故事說 很多的長城段落它會垮掉 要用人骨去填埋 是真的故事 是真的 而且你知道 用這種人骨填埋方式 其實不只秦始 也不只中國 你知道 在歷史上非常有名 在一千四百年前的阿富汗 阿富汗 阿富汗 阿富汗其實也有一座長城 有一座長城 在科普爾首都那邊 現在還看得到 你看都非常清楚 科普爾 對 科普爾首都 那你知道阿富汗當時 在六世紀的時候 離現在一千四百年前 有一個國王 那也是一個非常 幾乎不下以秦始皇的一個暴軍 那真正真的是一個暴軍 這個暴軍 他當時為了敵意外武 所以也蓋一座長城 沒有中國那麼大 也是蓋一座長城 那這個暴軍 當時在蓋長城的時候 也大量動用了民工 民間勞工什麼去蓋 可是他有一種 當時你阿富汗很熱 很熱 夏天去打造這個長城 很多人會生病 他下令說你如果生病 我怎麼知道你是真生病 還是假生病 也許你是想逃 也許你是故意腐爛的 說你這樣省得多做點工作 所以他就下令只要你生病 不管你是真生病假生病 你如果停工下來 就是殺無色 然後呢 就是砍就是殺 所以他後來殺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尤其那個工程進度也一樣 工程進度如果這一段 我不管你有沒有生病 這一段如果在幾夜幾號沒有完成 從監工一直到底下這些購工的人 全部殺掉 殺掉他下了一個令 這些所有殺掉的人骨 全部整個埋進這個長城裡面 填在阿富汗長城 對 填在這個阿富汗長城 所以後來你知道 他是惹得天無人宴 天無人宴 所以後來你知道 這個長城裡面有一具屍體 就是他本人的 這國王也被殺了 對 因為他後來 他也被填到長城裡面 對 因為後來所謂民眾起義 起義又跟大臣聯合把他殺掉 殺掉就說好 你以前這些人 你把他埋到長城裡面 後來把這個國軍 也是埋到這個長城裡面 所以這個阿富汗的這個長城 有人說他是血漏長城 真的跟中國那個萬里長城 超不了多少 好 那謝平 剛剛講到 其實這個歷代帝王陵墓的興建 都是最血腥最殘忍的 而且提到的是 所有蓋陵墓的人 居然都被殺人滅口 修帝王陵墓不是苦猜事 是死亡猜事 太多人被殺殺殺 我跟你講 現在帝王陵墓 全中國唯一個找不到的誰 陳吉思汗墓 陳吉思汗墓很簡單 為什麼找不到 第一個 修陵墓的人 修好之後 全部殺光光 第二個 萬馬踩踏 全部成為平地 第三個 負責萬馬踩踏 負責殺人的800個士兵 回到都城之後 也被殺了 全部被殺光光 真正殺的證據 最大的是 明朝的顯靈 明朝 就這個 明朝顯靈 明朝顯靈 是誰 嘉靖皇帝的爸爸媽媽 那嘉靖皇帝的爸爸媽媽 他修了一個很大的墓 然後 嘉靖來 一拜的時候發覺到 被盜 盜墓了 家靖火大了 他就動用了萬人重修 他找來什麼人 流亡的災民 好 流亡災民來 修了多少年 修了22年 好 一萬人 修了22年 他已經在那邊 成家立業了對不對 對 修好之後 全殺 全殺 他已經這麼肯 保護人家 而且我告訴你 所以在明朝顯靈旁邊 有七星種 他有名 很多人去看 七星種是什麼 就七個人骨墳墓 一萬個 以前皇帝這麼殘忍 對 全部殺了 所以明顯您的七星種 就是標誌的殺 最後一個就是慈禧的林寢 慈禧林寢最有名的故事就是 他最後整個修好了之後 最後要把入口關起來 金剛牆弄起來的時候 82個人在那邊弄 就這時候有個姓姜的 姜的石匠 他得到妻子來姓 生了一個兒子 欣喜若狂 他晚上睡覺的時候 偷聽到 說這82個人 修好之後 入口不能被知道 全部要殺 他白天的時候 在搬磚的時候 心神不靈 我兒子我都看不到 一個亮架 就打他 砸到頭上 整個雪噴出來 叫你這樣 開玩笑 第一個 太后的林寢 見血全部 都要處死的 第二個 這林寢是給太后住的 那麼有個死人先進來住 這是我要這個 永眠的地方 對 怎麼可以有別的血巴給玷污掉 怎麼可以有人 逼我先死在這個墓裡面 嚇死了 四個太監 馬上丟出去 啪就丟到外面去 結果他居然一息上存 沒有死 回去見了他的兒子 那其他八十幾個人呢 活埋 這有記載的 不是殺 是活埋 全活埋 八十幾個全部活埋了 好 一樣殺人滅口 對 後來孫電英 找到了 持些林寢 怎麼都挖不進去 要找入口 找入口之後 找不到 把四個老太監找來 四個老太監說 我們也不知道入口哪裡 我們只負責監工 怎麼入我們不知道 殺第一個 不知道 殺第二個 不知道 殺第三個不知道 第四個就說 我不知道入口 但是有個姓姜的時間入口 就把姓姜的抓來 姜的說 我多活了幾年了 這幾年我夠了 我不會講的 所以孫電英說 我不會殺你 結果 我殺你兒子 把他兒子抓來 你不講 我就殺你兒子 就姜的時間 就講出來 講出來 持些林寢 才被打開了入口 現在中國考古裡面 最大的謎團 當然就是使黃林 打開之後 如果把官國打開 使黃林 秦使黃 他是不是真的 面目如生呢 還有 那個年代的人 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們看到了 中國的陶武界裡面 在使黃林旁邊 也找到了一些墓 這些墓裡面 有一些骨骸 是女生的骨骸 這骨骸 一把懷孕以後 不得了了 現在全部嚇一跳 是 他竟然不像漢人 他的五官 竟然有中亞 跟歐洲的一個學童 現在是的 現在整個中國考古 懷越了這個面貌說 他有可能是秦使黃的後飛 而秦使黃的後飛 竟然有西方的學童 對寶傑 你好 就在昨天大陸公佈了一個信息 這個信息藏著今天 今天大祕密 為什麼呢 考古學界整個會騰 因為秦使黃林 他本來就有很多的秘密 在這裡面 昨天他們公佈的是 在秦使黃林的旁邊 秦使黃林旁邊 有一百八十幾座陪障坑 還有陪障坑 一百八十幾座 小小的 一百八十幾座陪障坑 裡面現在整理出來 有十座 十座 那其中有一個陪障坑 他們把裡面的那個骨骸 人體的骨骸 那個頭顱 拿起來又做 用現在電腦技術 做出那個護岩 護岩土 護岩土以後 一個大謎團又來了 怎麼樣大謎團 因為這個護岩土一出來 整個傻眼 他裡面挖了這個 這個女的護岩土 這個頭顱 他護岩以後 他是哪裡 他屬於比較屬於波斯 或者現在我們講伊朗 這一代人的這種臉型 伊朗 跟正統的漢家協同漢人 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不是蒙古利亞種的 對 不是這樣 那所以你知道 他挖到了一個 一個頭顱是這個女的 另外一個頭顱是藍的 這個女的大概二十歲左右 可能他們判斷是秦使黃那個 後飛 對 飛瓶 飛瓶之類的 那這個藍的 這個藍的 牧障比較豪華 對 他裡面有金塊 有銀器 有意氣 有絲綢什麼 一大堆 陶器什麼 一大堆在這裡面 表示他的身份 身份 地位高 對 地位很高 這個藍的頭顱經過護岩以後 你看他的鼻子 他的鼻子就是非常大 非常大 非常挺 所以這藍的後來護岩 他也是一樣 比較接近我們講的西亞 中亞或西亞這一帶的 大家鎖定的 其實在波斯谷 波斯帝國 就是伊朗這一塊 兩個多了 那等於說秦始皇 他的徽病 秦始皇的徽病 對 還有這個人 他判斷 如果以墓葬這麼雄厚 可能是秦始皇的皇子 皇子 那等於皇子是有混血 有了血統 或者說他皇子裡面 有波斯的血統 對 有波斯血統 這兩個人如果他是西亞的人 對 那難道在張謙通西域之前 在秦始皇這邊 已經互通有無論 對 已經有人跑到這邊來了 不用靠你這個思路 我們以前一直在講 可能有另外的什麼草原 草原道什麼道 他們透過另外一條一條路 走到這邊來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他們這個頭顱當時在發現的時候 其實他們頭顱是被斬下來 被斬下來 手腳四肢是被肢解 怎麼那麼慘 所以這裡面又藏了一個 驚天血案 驚天血案 那既然是皇子 為什麼會有這種血案 為什麼四肢會被肢解 頭顱會被砍下來 所以說我的頭顱被砍下 四肢也被卸下來 對 他這個頭顱還很特殊 他這個頭顱砍下來 又是被放在一個木箱 放在那個棺木裡面 他棺木有好幾層 對 那放在棺木的前頭 但四肢也是被斬得 狸帽 隨便用剁的 剁的四肢都已經 殘破不堪了 四肢還被剁 可是不合理啊 如果我要把你砍頭 可能代表你犯罪 或是你有什麼滔天大禍 砍掉了以後 頭就隨便亂丟啦 隨便亂買啦 那我的頭為什麼要 哪一個非常精緻的木盒 將你安裝起來 好 如果我要用一個木盒 將你精緻的安裝起來 代表你很重要 那為什麼 我要把你的四肢 剁得稀巴爛呢 對 所以在這個歷史邏輯 他們去推的時候 後來想到一個人 幹這件事的 只有一個人 胡亥 胡亥 我們知道 秦氏皇有二十四個皇子 十個女兒 總共三十幾個 胡亥當時要爭處 後來爭到皇位 他必須把這個兄弟 全部都幹掉 我們知道我們以前講過 他二十三個兄弟 全部被他幹掉 而且是滿門操展 所以說我不是逼服輸 自殺就算了 我的前面還有很多的親兄弟 我要把這些親兄弟 全部給殺光 對 全部殺了 殺了 但他再怎麼殺 他畢竟擁有皇子的身分 你殺不掉 他的身分你殺不掉 所以他在埋葬的時候 第一個 我雖然很殘酷的跟你下手 但我埋葬的時候 留你一顆頭顱在那邊 那第二個 這個女的也是 這個女的他就更好找 因為這個女的 在史記裡面寫得很清楚 說秦二是浮害 當秦氏皇死了以後 他下了一道孕印 後宮 秦氏皇的後宮 所有的非病 無指示者皆不從出 就不讓他走 就全部都殺掉 那你想沒指示的 秦氏皇剛才講 總共男女加起來 兒子加女兒才三十四個 後宮嫔妃何止萬人 他當時征服六國的時候 把六國的女人 全部抓到阿皇宮這邊來 所以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可能這個女的 就是她的嫔妃 沒有指示 沒有指示 對 殺 因為這個女才二十歲而已 才二十歲 那一萬人 一萬人才三十五個 你就算一人一個也二 所以當時這個嫔妃 二十歲的他的面貌 是這個樣子 對 所以這兩個 他帶後面隱藏一段血案出來 第一個他的謎團 是他們是從西亞過來了 第二個他這個血案 確定了 因為人如果說 你一般的陪葬坑 我埋進去的時候 通常肢體是完好的 對 但他沒有 他們肢體全部都被剁掉 尤其這個女的 他他們 他那個陪葬坑 他裡面所有的那些骨骸 都是差不多二十歲 左右的女孩 那裡面的肢體殘骸 他連棺木都沒有 是被用什麼 用跟那個 我們在講說 木挖好以後 要埋葬坑 要填土 他是整個骨骸 跟填土混在一起 全部亂丟 亂扎扎進去 然後再把它航起來 隨便丟進去 對 所以是非常慘 的一種石化 那你知道 他裡面其實 在挖出來以後 他有幾個撇杖坑 相當可怕 這個撇杖坑你可以看 他基本上頭跟四肢 全部都是分離 跟身體全部都分離 對 這些這些陪葬 跟後來在這些骨骸 後來在做測驗 在做那個檢驗的時候 也是一樣 都是年輕輕一色 都是女的 年輕的女孩子 所以當時可以應該可以 確認秦始皇爺 當時那個陪葬 後宮平徽的陪葬 為數不少 為數不少 而且死得很慘 我覺得你看這幾個 這幾個 你看這個頭顱都碎了 對 都碎掉了 然後這個肢體 手不向手 腳不向腳 這個頭顱你看破洞兩個大洞 這個一看就是 你看這個破洞 就大概是一個尖銳的器器 斧頭 刀什麼 硬扎硬砍 這個你看都是 幾乎都是這樣 殘破不堪的那種骨骸 沒想到秦始皇過去 死了以後 還有這麼血腥的鬥爭 對 因為在秦始皇之前 秦始皇中國的陪葬 本來從商朝就有 尋葬制度從商朝就有了 秦朝 秦代的時候 大概秦目光陪葬最多一百八十幾個人 但當時你可以看的是 都是放在棺木 以及棺木即使比較薄 比較差 規格比較小 但基本上是完整 秦始皇這個陪葬一出來 大家嚇壞了 這一定是血案 這個不只是行葬 以前行葬 要不就用吊死 要不就活埋 活埋你肢體還是完整 要不就什麼 他裡面還找到那個小孩子的骨骸 還有小孩的 對 可能是他的皇子 皇孫這一類 皇孫這一類 這個骨骸基本上 他是從那個屍體裡面 那個骨骸是有點發黑 他是被灌水銀 灌水銀毒死 毒死掉 毒死 而且是火的時候灌水銀進去 所以這個裡面 這次這個護原土出來 他弄了一個津天邪案 剛才另外一個謎團就是說 這些這兩個人 他是具有西亞協同 西亞從千里迢迢 跑到中國陝西這邊來 是 有可能嗎 有可能 那我作為一個印證 我 你知道我上個月不是去吸納嗎 對 我去吸納其實帶有一個目的 我找了三家博物館 那其中一家是吸納最大最好的國家博物館 雅典 雅典博物館 我去找一個東西 這一張是我拍的 為什麼要拍這三張都是我拍的 那這三張我為什麼特別去拍這個 就是我當時在這邊講 講說秦始皇 我們講說他其實有可能吸納人 跑到這邊 他的百姓勇 對 他的百姓勇 他的百姓勇 他的那個包括這些肌肉 腳趾頭 肌肉 腳趾頭 在秦始皇以前 所有的撇葬勇 我們講這種陶勇 最多不超過二十公分 都小小的 秦始皇突然間他 他反傳統 等高 對 他跟生人等高 等高 第一個 中國以前不曾出現 為什麼到秦始皇出現 有什麼樣的轉變 第二個 他的雕刻方式 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他是把人的那種肌肉線條 非常寫實的刻畫出來 對 保健你看這一張 腳趾頭 對 這張我們放大在這邊 你看他的腳趾頭 連腳趾 指甲也沒有 腳趾甲都非常清楚 而且他那個肌肉線條 你看這個腿 腿到這邊突然間就整個 整個肌肉都出來 你看希臘雅典 我去拍了這一張 這兩個是非常相似的 非常相似 你看幾乎一模一樣 他還是把那個肌肉線條到這邊 你看這個弧度有沒有 對 小肌肉 對 小肌肉 然後這個腳趾這邊 他其實也是一樣 指甲都弄得清清楚楚 兩邊的雕塑的形式 幾乎一模一樣 就跟希臘雕刻一樣 對 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我去拍到這個時候 我覺得以前我們只是在 好像紙上談兵的人 有人發表這樣的言論 那我去雅典博物館 我們確實找到這樣 他們兩邊的雕塑風格 確實一模一樣 你說把雅典的拍下來了 這個是史皇陵的裡面 他的這個百系雍 沒有想到百系雍 這個居然兩個這麼類似 對 幾乎是一模一樣 幾乎是一模一樣 所以以前在講說 好 那既然他的這個百系雍 有可能吸納了工匠 當時是講說亞歷山 亞歷山大去攻打那個印度 伊朗這一代 他後來有政府到伊朗 既然政府西亞 那在西那個西洋的西洋史裡面 有講說當時是有一批 尤其是雕塑的將人 往東逃 往東逃 那你想西亞如果往東逃的話 那就是經過新疆 對 經過新疆再過來 那就是甘肅這一帶 對 甘肅這一帶 甘肅就在陝西旁邊 所以有可能到這邊來 這是第一個證據 第一個雕塑風格真的很像 第二個我們講說這個草原道的出現 非常可能是 我們知道以前也曾經講過說 在甘肅有一個叫離仙這個地方 在吸煙前大概七十年 有一個羅馬軍團 羅馬後代跑到這邊來 是羅馬第一軍團 對 後來歷史幾乎已經證實 在後來DNA檢驗 確實有這樣 那既然有羅馬軍團 羅馬人在供應前七十幾年 七十幾年可以跑到甘肅這邊來 那你如何 火結說西那這邊 或者西亞這邊的人 在秦始皇的時代 也不過差一百年時間 有過來 對 走過來 基本上它相同 好 那是從 中國現在也要做一個 銅馬車的博物館 就有沒有看到他們現在 居然用3D的技術 將銅馬車全部的還原回來 好 寶姐 事實上現在目前 中國大陸把這個 秦始皇的這個銅馬車 拿起來用3D去掃描 然後掃描之後得到非常多數據 得到非常多數據之後 他們驚呼說 這個真的是非常高科技的一個產品 銅馬車復活 對 為什麼這樣說 他們事實上第一個 得出來的數據就是說 他約莫是當時真人版本的二分之一 也就是等比例的這個縮小 那寶傑知道 事實上要等比例縮小 真的非常難 很難嗎 就縮小一半就好了 事實上這次要用二開根 開三次才能夠得到這個數據 因為他是等比例立體的這個縮小 不是我們紙面上的二分之一縮小 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你不是說 我的腿長一公尺 我就把它吹成五十公分 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那麼簡單 他要等比例的這個縮小 那這個事實上 需要非常多的這個數學數據 才能夠知道這樣的數據 所以他們看到這個 真的是等比例縮小的時候 真的什麼東西 任何一個東西 都是等比例縮小 不是只有非常高端的數學 對 非常高端的數學能力 才能夠做到這樣 那另外一個 他們從這個銅馬車裡面 發現到很多非常多精細的這個地方 譬如說銅馬車裡面 這個類似這個傘的這個狀況 寶傑這個傘他們研究出來 因為這個原本的這個是碎片 然後碎片組合起來的 後來還原這個傘的話 他們發現到說 其實他是一體成型的一個 一個青銅器 一體成型的過程中間 寶傑你知道嗎 他事實上這中間大概 約末有三十根的這個傘 這個傘的這個支架 三十根的支架 他們發現到說 這個三十根的支架 每一個中間 因為我們用三百六十度 去除以三十根的話 每一個角度都是十二度 而且他十二度 真的都是非常精準的這個十二度 十二度很難嗎 很難 因為這個寶傑這個是沒有任何的 在以前沒有任何的計算能力的時候 這個都是非常困難的一個 而且你要一體成型 就要做到 這個一定是非常難的 這個工藝程度 還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印象蠻深刻 就是這個頭馬車下面 這個馬的這個叫做 蛰陰 因弱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保險 các道 後來他們原本以為了 這個裡面的可能不是一根一根的 就是他們仔細發現了 他還真的是一根一根一根 銅絲組成的 然後他們用顯微鏡去看 這一根一根銅絲 到底是怎麼做的 如果你要拉出這種銅絲的話 你要嘛就是用這個 所謂的把一根一根鑄造 就他們發現到不是 他這個不是這樣 他是用所謂的銅佳熱之後 用拉絲法 就是銅要加熱到 一千零八十一度之後 他才會軟化 軟化之後 你在瞬間把這個絲 這個有點類似我們現代人才能夠做出來 電線這樣的做法 他把這個絲這樣拉出來之後 然後拉出來之後 那他還發現到說 這裡面的絲 每一根的這個精細度 都是一模一樣的 約莫是約莫是這個 大概我們頭髮的這個寬度 那裡面呢 他有一個非常厲害 就是銅馬車 整個這個青銅器 它裡面都有一個所謂的 各岩層在保護 各岩層的話 保證這是在1940年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到各岩的這種防氧化 這個狀況 沒想到在青銅器的這個 兩千多年前的這個青草裡面 就有這麼高深的這個工藝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們這個每一個在青銅器裡面 上面架碼的這個人 這個人的話 他這個青銅器 衣服的皺褶 對衣服的皺褶 保證 事實上這種衣服的皺褶的話 如果你在大理石 要做出這種皺褶非常容易 但是在青銅器裡面非常難 我剛才講到 你要做到這種皺褶 你只有在青銅軟化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做到這個樣子 青銅軟化要1080幾度 所以你就知道說 當時青草人 能夠做出這樣的皺褶 他的野心的工藝 絕對是非常厲害 好 欣平 現在日本 我們知道 日本對於兵馬俑 是非常痴迷的 而日本的科學家 跑到兵馬俑 做仔細的研究 原來這樣講的 兵馬俑已經知道 它不是黃土色 它有各種彩色 它的各種彩色 有五種基本色 五種基本色是 黑 白 黃 赤 青 為什麼 日本NHK做出這個研究之後 它大吃了一驚 原來 它基本色 這五色 懂的人就知道 這代表兩種意義 什麼 第一個 中國的五行 五行 五行就是這五種色 五行跟黑 白 黃 赤 青 有什麼關係 金木 水 火 土 土就是黃色 火就是紅色 水就是黑色 所以金木 水 火 土 就遍佈了這五種顏色 所以我們常講的 東青 西白 南赤 北黑 中黃 它就按照了五個方位 五種顏色 第二個 就是它東南 西 北 中 它居然把五個顏色 弄在東南 西 北 中 注意看 這個顏色就代表東南 西 北 中 為什麼日本認為 它有一統中國的決心 它把東南 西 北 中 全部吃下來 那日本大驚小怪 整個裡面多少的秘密 這只是其中一個小秘密 老杰 我問你 現在人們想不想打開秦子皇墓 想 不敢 誰都想嘛 到底連你跟我都想在有聲裡面 知道裡面是什麼 而且我想看看 秦子皇是不是栩栩如生 對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先不要講秦子皇墓 光線透地雷達會發掘 它的陪葬坑至少發現188個 至少陪葬坑要打開嘛 好 但是他們發覺要打開秦子皇墓 要打開陪葬坑 一定要先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但是這些陶土能夠保持住顏色不會再褪色 那怎麼樣保持 就他們一進去之後發覺到原來這個顏色 變成土色 原來是這麼鮮艷的顏色 多麼的漂亮 結果他們發覺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什麼奇怪的事 這個本來陶土對不對 上面就彩繪上去對不對 不是的 它先塗了一層漆在上面 塗漆幹嘛 塗漆然後再彩繪 結果一進去之後 這個漆扭曲 剝落 變形 所以第一個 所以不是顏色掉下來 不是 是中間的漆掉下來 漆掉下來 所以第一個要解決這個漆的問題 大家現在就不懂了 你秦始皇塗了一層漆在漆位上面 你曉得一個兵馬俑塗漆要塗多少嗎 大家來看這是一個漆漆 漆漆 它要六年以上的漆漆 那六年以上的漆漆 它的拿出來漆是多少 就一個雞蛋這麼大的容量 所以塗這樣一個兵馬俑 你知道用多少漆 多少漆 25個漆漆 目前 25顆漆漆 25顆漆漆 現在發現多少兵馬俑 多少 超過8000 超過8000兵馬俑要花多少漆漆 20萬顆 到哪裡去找20萬顆漆漆 好 現在大家就發覺一個新問題了 秦始皇 零附近 沒有這麼多漆漆 而且秦始皇 為什麼要塗這些漆漆 而且秦始皇一定事先知道 這些漆漆 乾的空氣一打開 一進去之後 它會扭曲 乾裂 脫落 你為什麼要讓別人進來的時候 你自己把它破壞掉 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 現在中國科學家發覺到 就是說 我一打開的時候 趁乾空氣還沒進去的時候 我把它塗加固料 塗各種料進去 再用保鮮膜 你怎麼把它整個包起來 把它穩住 沒辦法 沒穩 穩不住 穩不住 趙烈 趙烈 所以 他們現在要研究 這個漆是什麼漆 不知道是什麼漆 就馬王堆找到漆漆 他們好興奮 去馬王堆 漢朝馬 你比對漆漆 不一樣 不一樣 後來終於找到 在梁祖文化裡面的漆漆 找到一模一樣的漆漆 梁祖文化是什麼 五千年前 第二個 梁祖文化在浙江 你陝西到浙江 為什麼你會有一樣的漆 你從哪來找到這漆 現在又找到八千年的漆漆 跟它一樣 這漆漆現在人做不出來 裡面有一種有機物質 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現在第一個 漆漆的問題沒辦法解決 好 進青子皇裡面 第一個你要解決漆的問題 第二個你要解決顏色的問題 第三個 你要解決它裡面 可能有機關 跟毒水營的問題 有機關問題 機關 我告訴你 現在認為秦朝 青子皇 是機關最厲害的 來 我們講過很多次 這個銅馬車 銅馬車光這個閃柄 我們就講過很多次 閃柄它是有機關 它有柳扣的 現在有暗扣 暗扣 好 現在中國已經把它整個暗扣 給複製出來了 那麼覺得這暗扣做得天衣無縫 但是你看這個 他們現在的暗扣是兩種 下面有一個暗扣 弄起來後可以把它移開 上面還有一個暗扣 把它扣住 讓它不會倒 就要先把上面暗扣扣開 再把下面暗扣扣開 就拿開 還沒完 下面暗扣可以立起來 變成一個沙灘 沙灘的這個閃 你可以插到沙灘 遮陽閃 遮陽閃 插到沙灘上面 但是它裡面還藏有一把短劍 那麼這把短劍是如何藏進去的 連現代工藝都做不大出來 既然它連一個銅馬車的閃柄 都做這麼機關的話 它的墓裡面會有多少的機關 再加上毒水銀 所以你要打開這個秦始皇的墓 我告訴你 不負難 不負險